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恒生指数跌 跌了115.09点 跌幅是0.69% 指数是来到16610.77点 上证指数呢 结束了连涨 今天呢 小跌了17.40点 指数来到2987.48点 跌幅是0.58% 深圳综合指数呢 今天倒是小涨了2.13点 涨幅是0.83% 我看错了 深圳 对 我没看错 对不起 这个深圳综合指数呢 上涨了18.63点 指数来到9088.04点 涨幅是0.21% 今天星期一呢 是前空军副司令 这个张延廷将军的这个时间 张将军呢 今天呢 还是这个带了这个樱花来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觉得开心 虽然天气很冷 两岸的这个局势呢 因为渔船翻覆的这个事件 现在呢 情势升高 但是这个张将军的樱花呢 还是带来了这个春意啊 张军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现在樱花就快结束了 因为已经开始发芽了 上面的绿的嫩叶嫩芽出来了 表示说樱花快要 樱花凋谢完毕之后 就开始发芽 就开始 叶子马上长出来非常快 一两个礼拜就长满了 张军啊 这个今年的那个天气呢 忽冷忽热 这个花期应该也是 这个花也被搞得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吧 花还好 花还好 它最重要是到 它是按照节气走 大概按照节气走 现在是二月底 到三月初的时候 那个整个樱花都会 都陆续凋谢 然后绿叶长出来非常快 然后会有些枝根鸟 还有绿秀眼在上面 因为会结樱花果 樱花果像花生米那么大 然后樱花果也可以吃 有点酸酸的 但是它非常有 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锡 它会结 每一颗都会结个樱花果一颗 樱花果很小 很小是吧 对 像花生米那么大 会像花生米那么大 我就是一个很要命的天龙国人 我到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从小就是台北出生 台北长大 我到高中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 白露丝停在牛背上 而且那时候好像 那时候是我们高中的同学 我是情美女中的 那时候算是很顶尖的 前三志愿那都是非常好的 非常优秀的女生才可以见景美 我是最后一届 这个景美女中第三志愿 在我下一届的时候呢 那个师大附中呢 就开始招女生了 所以就变第四志愿了 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 我们跟这个成功高中的 这个男生去 他也是在去淡水那边玩 然后呢 就看到那个白露丝停在牛背上 我第一次看到白露丝停在牛背上 我对于植物 然后这个什么水果 然后什么 他该长在什么地方 地下啦 什么矮藤啦 或什么完全都不了 所以说这个张将军呢 他这个结甲归田 在您在那个淡水 对在北淡水 在北淡水里面有一块农地 对对对 里面大概450坪 然后我那个最重要 我农地有条小溪流通过农地 所以我的灌溉不是问题 我还走入一个小水坝把那个水存起来 大概一天有大概40公吨的水 从我那个田地流过去 40公吨很多 你们都 你一年365天40公吨的话 一年有一万公吨的水 你天天哗啦哗啦哗啦流 都没有那个 都没有那种枯水时期 没有 几乎只有到七月的时候 七月的时候就短暂的时候 停水 枯水而已 其他都是满水 可是冬天的时候 那个雨量没有那么多 他他不会也不会有那个 他一下雨的时候都被 这些山都都寒水寒起来 等到不下雨 他慢慢释出来 渗出来 就变成山泉水 他还在流 因为他平常的时候 具有含氧水分 然后不下雨的时候 把水分释出 他调节 所以你那个是浮地 就是当时是有 有看过风水吗 没有啦 因为他有一条小溪流 通过我的地嘛 就是相当 我认为相当 这个相当可贵 因为你平常是 你可能要引人家的地 来灌溉 那我不用啊 就在就在我的农地通过 然后我在农地 都要盖个小水坝 把水管拉一拉 左六根 右六根 总共十二根水管一拉 现在不用了 因为现在树营 长到四公尺那么高了 这个灌溉什么 都是您自己弄的啊 我自己 你要自己想办法 动脑筋 我都动脑筋 动脑筋去解决 我那个八分 八分那个灌满粗的 然后一用 结果 因为我不可能在那边 我隔了三天去看 哇 都水灾了 因为你水一直在流啊 你一直在拦截 它灌溉啊 结果一看 哇水灾 都满满的都是水 我后来说 那个 那就把水管 当车灌溉完毕 我就把他移掉 现在树已经长得那么高 树有多高 根就有多深 你树是高四公尺 根就有四公尺 另外一个 它的树关 就是你的树叶 树枝树干有那么宽 你的根就一直伸到旁边 那么宽 就是这样 我就大概亮开 那现在不用灌溉 为什么 它根在下面吸水 所以你根本 我去年 2023年 根本没有灌溉 您真的是非将军吗 你是之前的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 在那个 那个乡下长大 您在哪里 我在仁德乡 仁德乡 那个地方真的是乡下 仁德国中 旁边有放牛 刚刚你讲的放牛 我们钓青蛙 抓鱼 那都有 还有很多蛇 那我乡下是长大的 仁德乡 他乡下 现在有繁荣起来了 你看看 再想想看 在四五十年 真的是乡下 您父亲 您父亲也是军人 没有军人 我父亲在大陆上 如果 我在大陆上 那时候 没有共产党的话 我父亲那时候 开了两工厂 一个是纺织厂 一个是面粉厂 他就是因为被斗 他有几百个工人 因为那时候斗地主 他不得不跑 什么都没带 一个是永利面粉厂 一个是大兴纺织厂 我名字都是记到 在青岛市 青岛市 成绩是德国的租界 建设非常的进步 听我爸爸讲 然后跑到台湾 所以来台湾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在仁德 何以为生 那仁德的话 我爸爸买了两分地 所以你们家是有 那种甘蔗 种地瓜 还有种那个包谷 包谷就是玉米 就这样子 然后卖没多少钱 地瓜种那么多 才卖六百 好辛苦 我种了地瓜 我记得就种 才卖六百块钱 我没有办法 那我只好读军销 所以说您从小就做农事 做农 做农还有送货 玩演木带戏 打火药 一场十五块 真的啊 打火药 什么叫做布袋戏打火药 因为布袋戏准备要打仗 打架的时候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 梁山伯处 这种 一百零八道好汉 又好看 因为他们记得 我都记得那个 他的那个戏剧 都是那种凶效结义 那就三国 或者一百零八道好汉 然后他准备要打架 对打仗的时候 我就看他打火药 他有十二管 打火药 把火药在 拿锤子打 打完之后 晚上会耳鸣 好严重哦 可能早上起床 都会嗡嗡叫 那时候也没有耳塞 也没有耳罩 根本不知道 打一场这个火药 可以赚掉 十五块 十五块 没办法 十五块只能活一个礼拜 那时候多小 那时候 那时候是十三岁 十二岁 那可以就是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赚钱 什么都没有 我爸爸也没有终身凤 也没有那个什么 没带金 还有米 还有我们讲到的面粉 通通没有 那靠自己过活 那你们在那个仁德的 那个房子 那时候还是租的吗 我那时候贷款 买的 我记得十九万买的 我一直接到那个价码 然后那个 那时候利率好高哦 大概百分之十八还是多少 利息好高哦 一直付那个利息 所以我们都没有钱 那只好靠打工过日子 然后您只好去念军校 然后飞将军飞官这样子 我到军校的时候 觉得时间还蛮充裕的 因为你不用再去送货 也不要再演部来戏 也不要再重点 我就一直用功 所以为什么就一直第一名 因为那时间集中了 以前没有时间集中 现在可以时间集中好好的运用 那考试的时候 那种数学 那个英文 还有物理化学什么 还有包括地球科学 生命科学 哇我都快背起来了 您从御校开始念 对不对 那时候还没有御校 叫做空军幼年学校 空军幼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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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进入空军官校 因为空军幼校就是三年的高中 空军官校四年的大学 我就一路 那空军官校在空军学飞 要也飞出来了 因为这个飞官很难 就首先那个身体的条件 眼睛要非常的好 但是因为张将军 他在退休前的时候 他就已经决定要 这个结甲归田 然后这么的会做这个农事 这个非常的令人这个佩服 然后今天这 原来从小就做那么多这个农事 而且谢谢这个张将军 我种了18颗 对谢谢张将军 每次都从这个农地里面呢 带来这个春天的气息给我们 好我们来聊 今天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上周呢将军呢 在谈到金门 就发生大陆的这个快艇 不幸翻覆的事件的时候呢 当时呢张将军呢就研判 我们的海巡人员呢 在执法的过程中呢 可能有过当 然后造成了 造成了才会造成那个船的 这个翻覆 当时这个将军讲的时候呢 我还觉得说 将军这个预判 会不会引起这个1450的 这个攻击啊 结果没想到呢 事情的这个发展呢 一如这个将军的研判啊 我方呢 我方海巡人员 一没有这个录影 二呢 一开始呢 说是对方呢 是蛇行 所以他们蛇行才翻覆的 后来才发发现呢 是真的是跟我们之间呢 是可能是被我们碰撞才翻覆的 然后情势的演变 现在呢 越来越升高啊 到这个昨天的时候呢 大陆的海警 已经派了大型的船舰啊 呃 余震船的船舰呢 来这个施压 张军明的这个研判是什么 就是说 好我们现在假设几种状况啊 第一个就是 嗯 现在呢 因为双方在去协商啊 到底要怎么样处理 呃大体 然后这件事情呢 呃大陆方面呢 可能是希望就是我方能够要道歉 然后要做这个赔偿啊 那我方现在呢 当然也有所这个坚持啊 认为说到如果说是道歉的话 好像承认我们呃去查的去查气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哈 但是我觉得起码呢 我们要表达的是一个遗憾哈 那好我们现在先假设一个状况哈 如果这件事情啊 如果这件事情最终呢 真能够解决的话哈 就是呃真能够解决啊 我们我方表达了遗憾 也对于这个罹难的 呃不能讲罹难了哈 就不幸翻覆的这两位的这个渔民啊 死亡的这个渔民呢 呃做出了补偿的话 您认为大陆现在呢 派出来的不管是呃 渔政船也好啊 海警船也好 他们会退回吗 我认为不会退回 他会三个步骤 对这些外岛跟离岛金门马祖 或者是东颖跟乌丘 他会说第一个他会多元执法 将来不是不仅是海警船 包括海奸船 也包括渔政船 也包括海上民兵 中共的筹码很多 他这个四个轮流一直用 你看有个海警船跟那个海奸船 现在渔政船也跑出来了 那我下次下一次什么 下次是海上民兵 他会多元来用 他会多元执法 多元执法完了去军事化 你看他是不是去的军事化 什么叫做去军事化 我们这样子 你国军不能出动 你出动的话 我就要出动军舰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所谓的去军事化 是去台军的 是去国军的 去台军的军事化 对他变成去这样子军事化 你看现在国军敢敢动 你如果敢动 他军舰就要出来了 所以中共是这样的 你不动我军舰不出来 你动我军舰出来 所以让我们 他把我们短板看到了 为什么短板 我们知道这一次 我们犯了两个错误 我们在文艺处理 第一时间就没有处理很好 第一个 我认为他还有难言之音 难言之音 你为什么能够预测准确的原因 是你看到 对我看到了 有难言之音 哪个地方有难言之音 你讲到 他讲的是接触 两个船接触 其实相撞 我讲到 那你就逼中就轻 你就只要相撞了 把它翻覆 因为它的动位大 我们的海警船的 顿位大八公顿 它那个只是个板山 好像一个阀一样 可是我听那个 金门那边的 我看他有些报道 他说 因为我们那是快艇 然后我们 不我们的这个 CP多功能艇 跟他们的快艇 他们其实 看起来这个大小 好像是差不多 你说 可是顿位还是我们大 对不对 而且我们的就是说 就他的就这个快艇的 比如说在追追赶的过程之中 他所拥有的这个功能 应该还是强过强过 大陆方面的快艇 所以顿位不是重点 对对 我们知道海上的时候 他不是要停 要刹车 让陆地上刹这个停 他是靠水的 在空中的飞机是一样 你靠空气刹车 海上是靠水刹车 那你这样靠水刹车 他的灵活性就没有那么好 就是说因为我们车 我们的车子有轮胎 轮胎 那你直接杀了什么马路 是不是杀停了 海上是靠水 什么叫做靠主力 靠主力嘛 你反桨 那反桨还会跑啊 你的反桨没那么快啊 你是这个样 那你蛇行 那控制 那个潜质量 因为有惯性 你们算出惯性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算出惯性 你算一堤 他还继续跑 因为他是水嘛 是这个样 所以我认为难言之以 因为我看到避重就轻了 你说讲接触就是怪怪的 就怪怪的 怎么会接触 你如果说撞就是撞 撞到就撞 撞后之后翻覆 因为相撞之后翻覆就有责任了 因为如果是讲说接触 你想他自己不小心操作失常 他自己翻覆 他自己淹死 逆弊 那责任就贵他嘛 你自己操作不当啊 那现在不是啊 不是接触是相撞 现在已经知道了嘛 第二个他没有任 五项记录都没有 你五项记录就要有一个记录 第一个 我有策录 嗯 第二个我有密录 对不对 挂来我前面有密录 你有没有密录资料 没有 有没有策录资料 没有 你有没有对话记录资料还原 一定有对话的嘛 那对话都有录音的啊 就我们现在都在录音啊 嗯 那没有 那其实雷达回波记录 你有雷达啊 在看啊 把雷达的航机出来 这个雷达可还原 你看看我们当初的状况是怎么样 速度是多少 那可以算出来 你他的雷达旁边都有时间 他的移动的距离 就是他速度是多少 他的速度是多少 我们的速度是多少 然后我们是S型 然后他的是一种方块型 结果跑马型造成撞撞 你这个就出来了 你没有 你电池记录都没有 录音记录档没有 侧录密录都没有 你五个记录 通通都没有 那你没有 那就被人 那就要大家说 你跟我说个话 很多事情都要证据 法定主义 我多少证据 就是还原 这就是事实 因为证据出来 电池记录在这边 通话的 侧录的 密录的 雷达回波的 通通都有 而且雷达不止一个雷达回波 有路上雷达看 还有海上雷达看 你不会大家都睡觉嘛 军方雷达也拿出来看 你还 那个于是的 那个 那个我们讲的海军 也拿出来看 你一比对 这五个知道就出来 你一个都没有 你一个都没有 那是不是人家会怎么想 而且最终 你是有没拿出来 还是真正的是没有 那你没有 那你把那雷达的管制官 是不是都要强比 你们 你们怎么搞 你们在干嘛 你们雷达 回波 你们在睡觉啊 所以大家就知道 原来是这样 然后处置太慢 你处置太慢了 那中共 那中国讲过来三个嘛 第一个 他现在变成 多元的常态性执法 海警 海间 余政船 海上民兵 多元执法 第二个去金字化 你出个出军队 我就跟你出军队 因为中 因为知道金门以前 十万人 现在不到三千 那怎么呢 那又离大陆那么近 而离我那么远 那我们知道低调 那慢慢去金字化 所以你看 穿过我们的水域 穿过我们大二胆 我们有没有 按照SOP 在我们金线之水域 要驱离射击 没有射击了嘛 军人不能射击了嘛 SOP赶快修订 因为规定要驱离射击 这是规定的 那现在没有驱离射击 这要去完金字化 就开始并吞你的 外岛的主权 因为你去金字化了嘛 所以他一步步来 现在走到第一步 先多元执法 再来就是去金字化 要到第二步去金字化 然后再并吞外岛主权 所以他这个金门的 将来也到马祖 马祖不是也有产生的吗 将来回东移 乌丘不是也有 昨天早上 昨天25号 早上是到金门 是有四艘 下午六艘 你看看他也是多元执法 他多元执法 因为毕竟中共的筹码多 他筹码多 他这样子可以 大家来交互使用 那先外岛 外岛的 这个 这个去金字化了 先多元执法也做了 去金字化也做了 外岛的主权 没收完毕之后 对台湾 台湾先从澎湖开始 所以中国他是一步一步的 那我们丢掉了 禁限制水域 我们丢掉两个水 一个禁限制水域 第二个 丢掉我们传统海域的水域 像我们 他已经到我们临街区了吗 不是吗 丢掉了吗 第一次丢掉 训练 传统训练的海域丢掉 训练的空域丢掉 我们三丢 你看我们都没有收回来过 中共绝对是有一个事件 他就步步进逼 佩洛西来了 没收什么 这一次的金夏水域 没收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收复 因为他看到我们的短板 因为我们的底气 中共底气越来越大 我们的底气越来越相对的弱 因为中共毕竟数量多吗 量大量大就是战力吗 那我们怎么样 我们也不能跟他硬杠啊 因为我们要蓄积战力才能够 蓄积实力才能够跟他对垒啊 你在这个实力相差 慢慢越 悬速的状况下 他底气越来越高 底气越来越高 对我们会来讲 会越来越迫近 我们怎么样去因应 他们要怎么样去因应 我认为这要先妥善处理 这一次2月14号的 这次相撞事件 那你刚才就主席人所说的 是不是先遗憾 然后再 再来 该赔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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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穿欧良岛这边 你从中间穿过去 那不是太敏感 就跟你好像在澎湖 跟台湾中间穿过去 那一样 你又穿穿澎湖外面过去 你不要在澎湖这边穿过来 那不是你穿到我内水里面来 他就这样做 所以你看他动作 他是有配套 他想好 如果台湾破裂 我们就开始实施 这个海警船 实施海战巡 那就出来 你看那个轨迹都出来 有没有 那个到新鲜水 然后环闭之后 转一个90度 然后再回去 是 从这个将军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来 大陆在这个应对 这次的金门 这个事件的时候 他是真的是 背后是有步骤的 不只是说 是双方之间的 两岸之间的沟通的 这件事情的升高 还是降低 这种的气氛 他开始加派他的海警船 海监船 然后余政船的出动 同时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就是应对的 就是台湾 东部战区在23号的时候 他发布了一个海报 这个海报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图上面 可以看到 大家子母图上面 可以看到 这边是 我们就是地图上面 一边是大陆 一边是大陆的土地 东部的沿岸 一边是台湾岛 然后上面就是一张两只 就大手这个牵的小手 那个大手是 当然它上面的手腕 就是有一个红色的碗带 那个就是解放军的 就是中共的这个国旗 然后这边 台湾这边 就勾住那个大的 那个手的食指 勾住那个小手 勾住那个食指 那中间好像就像是一个小孩子 在带着一个平安服的 这种恋戴式的 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小小的 台湾的一个地图 台湾行动上的地图 然后呢 我们看到呢 这张这个海报呢 它其实在那个微博 东部战区的这个微博 它释放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18秒的一个短影片 非常非常短的影片 然后它背后称的月呢 是改编台湾的 大家很耳熟能详的 爱拼架眼牙 他们在春节期间的时候呢 就改编了爱拼架眼牙的歌词 然后呢 就是要呼唤这个台湾回家了 然后这一次呢 东部战区呢 出的这个回家海报呢 为什么这么受到这个瞩目呢 是因为呢 大家呢 现在来看我们的这个飞碟午餐 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截图 中间呢 就在这个金门的这个地方 他首次呢 标示了哈 金门 他首次标示了这个金门 然后金门的那个地方呢 下面呢 就有那个海警船 就有海警船 就是首次在这个东部战区的 这个海报上面呢 出现所谓的海警元素 然后再加上来呢 后来呢 央视的相关的这个节目呢 还有那个栏目呢 都在分析说 为什么出现这个海警元素 那这张图 就是海警元素 很清楚 这张图 北边是千二零 千二零 南边是尖十六 不要忘了在右下角 是个美国的自由女神 美国自由女神的火把 正在烤台湾 那烤台湾就是 你看到没有 要把那个链子烧断 看到没有 他在火上加油 就是台湾的这个手上 带着这个小小的这个手链 然后上面 一个台湾的红色地图底下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图的 右下角 有个自由女神的火炬 在烧台湾的这个链子 对 你没有看到那个光芒 还不知道那是自由女神像 那现在光芒给你放三个 对 火炬就在烤台湾 你看到没有 他这个都有他的意涵 然后您说这个北边 北边那个 歼二零 那是歼二零 歼二零 南边是歼十六 那是歼十六 对 然后那个海警船 这是军舰 你看中共是这个呀 那他这个就是含义 他的含义到底 他的含义是怎样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军方 不要在这次的这个事件上面 就介入这个肩下的这个事情 否则的话呢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已经准备好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海空嘛 你看去军舰 还有南边的这个歼十六战机 北边的歼二零战机 这样子海空 海权公共权他拿到了 他没有你看 没有任何一个陆军的动态 他先掌握海空权 然后这个具有国际的 国际的一个意思 为什么他把美国特别发 美国为什么要把那个火炬 拿来放在台湾下面再烤 他这个一直在美国 美国是不是在火上加油 不然那火为什么 一直在台湾下面 你为什么不把他放在右上角 或者为什么不把他放在左下角 你会为什么要放在右下角 台湾这个地方 他就有这个意思 因为美国在我们东边 所以看他的一个图像 他有一个政治语言 跟他的军事语言 在这里面 那我们就知道原来是这个样 而且这个图出现了这个时机 我们刚才讲说是东部战区23号发布的这个海报 这个时间点上正是大陆方面 就是派出了这个海警船 到台湾的就是到这个惊吓水域呢 来他所谓的加强他的巡查 然后呢美国呢白宫 以及这个国务院都相继的针对这个事情呢 来发表了谈话 就说不要这个破坏现状 表示关切 然后之后他就出现这个海报了 然后自由女神就在下面了 是不是这样 对他这个 这个当然统战意味很强 中共一向来他统战部嘛 而且他也是掌握 而且他也是掌握这个所有的这个动态 文宣是政委管 文宣政委管 中共他是强调的三战 你要知道法律战 舆论战 心理战 这个就是舆论战 也兼心理战 他就这个样子 那心理战 你看大使拉小手 好像是这个 这个环环相扣 但是美国在那边火上加油 这是统战的宣传 然后你台湾要怎么走 台湾要去想 针对这张图来做解读 台湾要何惧何从 他意思是这个样 那今天我们看 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固守我们的疆域 要这样 我们要怎么去走 将军 将军的意思是说 他这个海报的这个意图 他小小的一张海报 他传达了很多的这个讯 那就是就我方来讲的话 您认为在这个现阶段 您在你认为在现阶段 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已经表达了 就说军方高度关切 但是现在不会介入 这个态度难道是不对的吗 我认为他不要战略清晰吗 你可以找个战略模糊吗 我们是不是要可以适时的派这个低调戒护 要戒护 不然我们的渔船 我们的海巡署 你应该送到他那边 你知道他怎么一个面对中共那么多海警船 海奸船 甚至将来海上民兵 还有渔政船都出来 不要嘛 我们已经够孤单够事单力孤了 我们的盾位又少 稍数也比较少 你这样子 你怎么样跟他去拼呢 最起码有底气嘛 底气靠什么 靠国军嘛 就是国军说我们怕这个身高冲突 那你永远 那你这一样怕身高冲突 你就不要出来了 对不对 我认为国军要适度要出来 在相当的远端戒护 远端低调戒护 在旁边看到 最起码我要这个样 这时候我不要缺席 大家一条心的 不是海巡就是海巡 国军国军 那你政府算什么 大家一条心 你海巡在那边 我在后面帮你撑住 可是您不觉得 您不觉得说在这个事件 还没有到一个段落的 当大陆方面呢 派出了海警船 渔政船海警船 我们的军方呢 就也出动了这个 也出动了 这个军舰的时候 你不刚好 那对方呢 也出动这个军舰 两边不就是要强迫了吗 我们不要跟他硬干嘛 我们在远端嘛 我们最起码出港 不要在港里面 最起码出港意义就不一样 我出港就是要备战了 我对于这个将军呢 刚才就提到说 我们在现阶段 这个军方呢就应该 起码要这个远端介护 表达 挺我们这个海巡 以及这个渔民的这个部分呢 要表达一定的立场 否则呢 大陆方面呢 他就会进一步的 来步步进逼了 但我的问题是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军方就出动的话 会不会使得这件事情呢 更难善了 你不要在金门厦门中间 你在廖罗湾可不可以 在金门的东边可不可以 靠近台湾这一边 在廖罗湾行律就好了嘛 你不要把它惊下去 你在后面 最起码我军舰有出动 有一艘就不一样 一是零的无限大 你零就是零了 我一是零的无限大背 最常有一艘在这边低调 远端借户 看到海巡族看 有我们国军在远远的地方看到 就不一样 你海巡族会不会 就不会 心里就不会虚嘛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看到中共的 这个海警船两千多顿 我们才五十顿 或者是我们只有两百顿 最大的 人家这两千顿在那边 你看了你就心就虚了 对不对 他烧数又多 盾位又大 我们就这四单利孤 你让海巡族官兵 他会怎么记相 我们国军到哪里去 他也会这么想 你是我们靠山啊 最需要你的时候啊 你就不出动了 您没有感觉到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国安单位不知道在做什么 对啊 你要这个样子 不是 我的意思说 从前面这个事情呢 这个已经有两名 大陆的渔民死亡之后 其实我们都一直没有看到 国安单位说话 然后呢 蔡英文呢 他豪整以霞的逛书展啊 什么的 他一直到这件事情呢 升高了 我们发现说 我们自己呢 原来根本没路 然后呢 是把别人 是把这个 是在执法的过程中呢 把他们撞 撞翻了 撞翻了之后 导致那两名 这个不幸的 大陆的渔民 这个死亡之后 那个 赖清德 才以这个民进党 党主席的身份呢 在民进党中常会呢 对这件事情呢 发表这个谈话 但是呢 这个事情还没有 还是没有落幕 所以您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 第一个 我们的指挥系统 真的很不明确 这么重大的这个事件 这个国安单位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油管还是没管 还是说 现在通通交给陆委会呢 然后面对大陆的 这么强势的这个作为的话 那我们军方 态度是如何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 国防部长 我们之前一听到国防部长说 他们 他们现在又就是 关心 但是不会去介入嘛 可是如果说是照这个 他这样子讲出来的 应该就是代表 我们现在的态度嘛 可是将军是反对 张将军是反对 这样的做法的 如果说 好 我们现在反正 他已经没有出去了嘛 他国军已经没有在 在旁边这个护卫了嘛 那如果说这件事情 不知道再 不知道要拖几天 他处理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然后呢 将军刚才的预估也是 评估也是说 大陆这些宇宙船 他也不会回去了嘛 他会 他会常态性的执法 如果到那个时候呢 军 军方的这个军舰才出动的话 对于局势有帮助吗 我认为这样的话 让我们国军到哪里去了 国军使命第一条 你觉得已经来不及了吗 对啊 以后的时候 那个岛上的官兵 你看中共的军舰 中共的海军船 中共的海上民兵 还有余政船 海监船都在那边跑来跑去 你看看 军人会怎么想 军门的老百姓会怎么想 可不过军门的老百姓 是希望 是希望就是说 军方也不要出动 他们看到国军 他们是 他们怕冲突啊 他们看到国军会拿什么的心 会跟你比大拇指 还是说 你国军好像 跟 就好像有你跟没你是一样的 你这样的话 那这样来看 外岛的士气会不会受到影响 外岛的士气受到影响 台湾的士气会不会受到影响 军队 台湾社会会怎么看待国军 会怎么样定位国军 所以我认为 因为国军属于统帅权 是归统帅来管 应该靠国安会议 大家来 同时来解决这个事情 不是只有海军 你这个单独去面对 不要这样 中共都 中共的海警船 属于武警管 但是它说海军船 它属于 那个福建省政府在管 国家海洋局在管 那个 余政船是福建省政府在管 都不一样海上民兵 海上民兵属于预备役 是属于预备役在管 都不一样 你看它都出来 你看它四个都不同单位的 海军船是我刚讲过 是国家海洋局在管的 都不一样 它都出来 你这个时候 你为什么只有 让我们的海巡署单独去面对 这个时候应该跨部会出来 这个 这个总统出来 国安部做什么 洛尔会你做什么 外交部你做什么 我们海巡署海委会你做什么 大家来想 大家来做 然后限制 我们还有福建省政府 福建省政府 对我们还有福建省政府 我们有福建省主席 对你做什么 通通出来 那这样子大家来 把这种事情赶快 让弄 现在好像躲起来 躲起来就不愿意面对 因为面对会要负责任 所以就不要去面对 那不要面对就没责任 你就知道下面他们 他们怎么单打独斗 中共是集团作战 对不对 东部战区也出来 给他撑底气 军的东部战区啊 给他撑底气 那我们躲起来 那怎么变成这样 你不是要不对称作战吗 你不是要创新不对称吗 我们一直讲这些吗 你现在反而一直拱手让人 你这样子是不是太过分消极了 人家怎么样看待军人 可是这个将军 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形式判断的问题 就在于是说 如果说这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这个 国民党的执政时代的话 第一个这个事件呢 本来就不会升高 好吧 我们就算 我们就算呢 我们就算呢 现在呢 现在这个状况 因为我们 大家必须要接受 现在的这个事实 蔡英文政府 以及即将上台的赖清德政府 其实摆明着 是没有能力 跟大陆呢 进行很有效的这个沟通 你看这个陆委会 在后面呢 强势主导这一次的 这次的意外事件 所以让这个事情呢 增添了非常多的 政治上面的 不利的这个因素 已经从2月14号 发展到今天 已经是2月25号了 已经10天了 我们看到他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上升 并没有很平顺的 把他压下来 如果说在这种时候 你一方面呢 没有办法预期 没有办法预期 这个事情会以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尾 另外一方面呢 又如刚才张将军所研判的 就算这件事情结束了 大陆的这个海警船 他们继续会派到这个海域来 然后我方呢 又没有办法透过 任何的协商的这个管道 使得川方的情势降温的话 真的 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军方的这个军舰 还在旁边这个借户的话 那不就是摆明着 就是点一把这个隐姓 到这个惊吓水域出来 你随时都要来面对 有可能的擦枪走火吗 我讲我们低调远端接触 我们在廖罗湾 我们在背面 如果他真的要 他真的要到廖罗湾来 过来 他坐实了 就是要跟你挑衅 可是 对不对 坐实了跟你挑衅 你今天坐在廖罗湾 我很低调 我在廖罗湾 我在背面 我在东边 我靠台湾 你都要过来到 可是他就牵涉到 他就牵涉到实际的作为 好 就是将军我请教 第一个 好我就算我今天军舰 我已经在廖罗湾这边了 然后大陆的这个海警船 海监船呢 他们现在到底有没有 是已经进入我们的 这个禁制 禁限制水域了吗 已经进来了吗 因为现在呢 海警 海巡署方面呢 对这个讯息呢 是模模糊糊的 他上一次大陆的这个海警船的登船 领检我们的观光船 根据这个陈玉珍委员的说法是说 我们有是因为我们的观光船 有稍微越过了那个禁制线的水域 有稍微过去一点点 所以大陆的海警呢 他们就登船来做这个检查 那现在呢 我们是看到了大陆方面呢 有这个讯息他们派出了什么海警啊 海监船啊 余政船啊过来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禁制线水域来做执法 我们并没有 我们并没有很明确的官方并没有告诉我们呢 因为他如果告诉我们的话 他就会牵涉到刚才这个将军所说的 我们要不要有实际作为了 你今天你进来了 对不对 你今天大陆的余政船 海警船 什么船都可以 随便呢 你进入了这个我们的禁制水域 然后你军方呢 又派了军舰 在六楼湾这边远端的监控 他都已经进来了 你不把他驱赶 那你军方不是更瞎吗 他这个海警船或者余政船 或者是我们所讲到的海监船 那你去派海巡过去 因为他是执法 执法我们执法对执法 他军舰不过来 我们不过去 他们海巡过来 我们的海警 他们海警过来 我们的海巡过去 就是这样子 大家对等 当然他们冻位比我们大 我们两百吨 他三 他两千吨 那没关系 你也过去 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 我们在远端低调介乎 就不一样 这个是给我们的海警 我们给他抵气 要这样 我们不要缺席 尤其是外离岛 那我们的三千个官兵还在上面 他现在 现在他是在金门 在做一个复制的样板出来了 将来会移到 无丘岛 移到马祖的水域 他会移过去 将来 因为最近几天的 我们知道 东北京会蛮强的 海巡并不好 等到海巡好 大概三四月 他的海上民兵 还在那边做操验 中国海上民兵很多 因为中国民兵可以解 把那些所有的渔船 商船 可以把它集合起来 中共总共的渔船 商船 总共加起来 总共十九万艘 全部 他都给海上民兵 都可以动员 你看他 他到菲律宾的 那个黄岩岛 有没有 他就派两百 两百艘的海上民兵 就出来在那边 菲律宾 都是他的 中共可以这样做了 那只是目前的海巡不好 等他海巡好的时候 他在 在这个金下水域 动员海上民兵 那你怎么办 是 因为呢 他们派出来的 就是他们昨天派出的 这个大型的 这个渔政船来 他不单只是只有这个渔政船 他还有这个护卫 他还有这个派出了 这个大陆的海警的 大陆海警的2202舰 和2203舰 他们呢 是本来是中共海军的 飞弹护卫舰 飞弹护卫舰 所以他们的政势其实是很大的 很大 但我刚才的这个问题就只是在于说 将军是认为军方不能够静默 不能够现在呢 都完全不出面 那我的问题只是 我的问题只是说 军方出面了之后 双方的这个冲突 不就是升高了吗 那刚才将军做了这个回答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我们以这个 将军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说 就评估大陆方面的作为 一切都如将军的这个预言 他就是 护卫 然后他就这样护卫 然后巡查 然后接下来他就登岛了 然后我们现在很索性 还没有到登岛这个地步了 但是前面两步都这样做了 可是 将军用那个钓鱼台化 把这个台海这边变成钓鱼台化 来做这个形容 那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钓鱼台的例子 就是这样啊 就说当大陆方面呢 又派 又派这个 又是军机 又是军舰 例行的在 这个钓鱼台那个周边 他就摆了固定的舰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日本方面 他能够做的 也很有限啊 对 你看到日本 他现在的话 反而由主动变被动 是啊 他现在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台湾 以这个 以台湾以日本为舰 那你就算派出了这个军舰 你能怎么样呢 你也是这样啊 那不是 你这样的话 你刚好就配合他了 他就是要帮我们赶走 那我们为什么 就要被他赶走呢 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要缺席 不要赶走 然后你要把13个元 第一个 我永远我不开第一枪 我在那边 你还撞我 我军舰我不开第一枪 我只是在远端街坡 你跑来撞我干嘛 是这样 我没有开第一枪 现在都有电磁记录嘛 这很清楚的嘛 对不对 第二个 他如果军舰过来 你在过去应对 他军舰不穿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因为他是 他的海警船 海舰船 远端护卫 远端就可以了 你这个还 请我们的海巡署 海委会的海巡署 过去 过去 你去过去 我在旁边 我在后面帮你撑腰 就可以了 我帮你撑腰 是这个样 你保持这个 第二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的时候 你要 只要是 只要是我们的海巡署 有军舰出去 你就一定要有行动 你不要让他 一个事丹利孤 他这个海巡署 他就会有底气说 我最起码 后面有一个大人 帮我看到 我不是只有 一个人很孤单 因为我已经够小了 我只有两百吨 他是两千吨 你刚刚讲 两档洞两 两档洞三 都是飞弹 都飞弹护卫舰 对啊 都飞弹护卫舰 上面还有37mm的炮 是 那个机关炮 37mm 还有直升机库 和起降甲板 他可以停那个直久 直久的直升机 大大嘛 他大嘛 我们的海巡署 我们在进门的两百吨 你可以停直升机嘛 不可能 甲板都没有 而且他说是最早 就是出现在钓鱼台的 这个巡航里面 他就是来宣示主权 所以这个很清楚 那他现在钓鱼台的话 已经要这个样走的时候 先取得执法权 在这边做执法 现在已经在执法 那再来就是去军事化 那果然你要配合他去军事化 第三个 他慢慢收割主权 他很清楚的一步来 他不可能现在就收割主权了 先我慢慢去你军事化 都不出来对不对 那不出来 那我取而代之 变成将来的时候 他先来先海警船 将来最后海上民兵 海上民兵有中共的军舰出来了 你看他东部战区 有动员 有动员 东部战区 那个图片就是东部战区啊 军方有出来背书了 他先用海报动员你 对 先用海报的嘛 他一步步来 他就文宣先出来嘛 好可怕 大军未动文宣先行 文宣先出来 文宣先出来 就开始就行动 那是不是 他是有节奏走的嘛 你看他的节奏 哦原来他的军方不出 不缺席 他既然军方不缺席 那我们缺席 那你不是在 送分给他了吗 你这时候应该 稍微做一个 你缺席 你出来 那我也要做一个 适度的行动 请你不要 那么的过分 你总要看到 我在这边的吧 你要付出代价 结果没有 文不设防 那不是跟叶明生一样 什么都不要 不战不合 不走 不守 不攻 你又六步了 不战不合 不降不走 不攻不守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这个蔡英文政府也好 或是即将到来的 这个赖清德政府也好 他们都没有和的本事 所以他们怕升高嘛 谢谢这个张将军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们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